可他到底会成什么样呢 我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管 我只管他好过程 那才是最重要 最最重要的 管理说得很对 只要保住启旋的性命 这才是头等重要的 可洪大夫是说 启旋他从头裹到脚 那不是已经体无完复了吗 那是为了怕伤口发炎和感染 所以要把全身都包起来 对对对 他不会烧得体无完复 不会的 是不是 总而言之 万里是信誓旦旦 一定会让启旋活下去的 那咱们就抱着信心和耐心 一起等待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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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不敢往下再想一份 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 我只是 我只是恐慌惊 我完毕 我多希望阿妹的一生 幸福美满 不要像我这样苦命无法 我已经哭了一辈子 难道现在 连这么一点点 我已经有的希望 都不能实现 那么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大可坦然地拥有这个绣萍 因为你将自己出钱呢 但是不用急 钱你可以慢慢地攒 攒够了再还给我 这样总行了吧 你真当我是来讨债的 那 那不然呢 假如这十二天 天天都是远宵节就好了 那么 你就可以天天出来 我也可以天天进找你了 从今以后 你我花清界限 请你不要再突然出现 不要再跑到我家来 更不要再叫人传什么话 咱们就当时不曾认识过的陌生人 再也不见 永远都不见 至于 至于那个绣萍 我应该买来还你的 可是 我来与自圆其说 反正我不会赖账的 等我存够了钱 一定会还给你 我已经知道你是柯喜轩了 钱该还到什么地方去 我自会安排的 乐美 红达 乐美 红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齐雪 我欠你的这笔孤独账 就用我的医生 密室 来慢慢还给你好 六雷 来了 来了 娘 怎么还没睡呀 有事吗 没什么 我是看你这屋里亮着灯 就过来看看 没什么 我睡不着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 我很好 娘进来陪我说说话吧 来 我给您倒茶 我真的没事 您放心 现在的我啊 健康得跟什么似的 对了 这个家里呀 特别忙乱 我看见大家装香装聋的 不知在搬些什么 有吗 有吗 我不清楚啊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为了筹备你的婚事 大家忙处忙进的都是难免的 您又不会说明才是 Itu 我没有人不相信你 我现在就会给我 我训练的 我做较为你 我做什么 你不是要的 我做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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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事吗 你做事吗 我做事吗 你做事吗 是最美好的人生 我深信不疑 你也不要催有任何怀疑 咱们一块走向他们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起爹了 过去的不幸 在你心里面还留着阴影 不能完全地摆脱 所以你不安 紧张 我通通都了解 但是请你相信我 将来我跟启轩 会一点一滴地 让那些阴影消失 让你真正地快乐起来 不 你不用替我想那么多那么远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求你能够好好的 对了 你听我说 你好好的听我说呀 当初 我也和你一样年轻 对我来说 你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他一倒下 我觉得我的世界都破碎了 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不想活了 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可能支撑下去 可是 可是你看 一二十年过去了 我不是也撑下来了吗 又没呀 要咬紧牙关 坚强一点 什么事情都能挺得过去的 其实 其实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对不对 娘 我知道您是多么坚强的一个人 假如你是想告诉我 万一我这个嫁出去的女儿 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你也会挺得住 那你可真是在杞人忧天了 让我告诉你 你不是失去了我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会失去我的 而你也知道 整个柯家 是多么珍惜 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你不但没有失去我这个女儿 反而是多了一个儿子 多了一家子的亲人 是不是 娘 我听你的 不过 你可要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无论发出任何情况 我都不会失去你 当然 当然了 我是你的命根子 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 Hallavi 判破者 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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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喊我的名字 对不对 你真的出我了 对不对 启轩清醒了 你真的清醒了 他清醒了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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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发不出声音 可是从他的口径 我看得出来 他在喊我的名字 二少爷 二少爷 我的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要急 听我说 你先不要强迫自己说话 你还不能说 因为你的咽喉受了伤 你不要惊慌 我告诉你 你已经昏昏沉沉 有十天了 现在 你终于醒过来了 你等于是在鬼魂关前 打了个状 还有什么 比你能活下来的 更值得庆幸的呢 所以 你要安静 不要太激动 但我来慢慢告诉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着 十天前 你们家发生了一场大火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 总之 当我冲进火场 在亭子口找到你 把你救了仇人 不瞒你说 你身上 已经烧伤多处了 连你的咽喉 也被热眼给灼伤了 所以 你现在还不能说话 为了避免 你身上的伤口 发炎和感染 我已经把你的全身 都给包裹起来了 所以 你绝对不能把这些棉布 给我扯开 懂吗 齐萱 你听着 你听着 我和我爹 会给你调配 最好的药膏和药油 每天给你换药的 还有你的咽喉 我们也有很多的药方 交替给你治疗 你放心 我们会尽自己的努力 把你治好的 这个你是知道的呀 齐萱 老爷 儿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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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害了你 是我 是我呀 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通知大家逃命 每个人都平安无事 明明只有你被困在火场里 能直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在死 我该死 如果不是子彦 我不敢想象这场大火 会吞命几个人 如果不是他 等不到你清醒 我和我爹恐怕早就给累倒了 爸 二少爷 你的家人 现在都在韩松野 不过他们知道你脱离了险境 他们会欣喜若狂的 韩家人也一样 你别激动 勒梅他还不知道 我们全体都在瞒着他 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你放心 我们会一直瞒下去 你只管安心地调养自己 一切等你伤好了再说 是 我明白 我说过 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你们医治好 我会的 你要相信我 安 我扛心 这个人 这边 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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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你为柯家所做的一切 我心里都记着 但这个家安分好了以后 我要好好地谢你 我做了什么呀 我做了什么呀 我怕少爷整个人都毁掉了 快别胡说 是水火无情 怎么是你呢 这一次 幸好是你及时奔走警告 怎么全家上下 才能幸免于难呢 至于齐轩 只能怨他运气不好了 不管是孕或是命 好歹 齐轩是把命给捡回来 过几天 他要搬回这儿来 万万万想不到 有一天竟会 竟会弄得这样子的潦倒 悲惨的 回到这洛月轩来 这个被受诅咒的地方 莫非是命里注定了的 任你怎么逃 怎么躲 都没有用 对 对 你们都逃掉 躲掉了 暴影却抱在了无辜的下一代身上 你今天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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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说一句最真心的话 求求你让我待在洛月轩吧 从今以后让我来伺候二少爷 好吗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吗 嗯 好子爷 除了你 我还真想不出第二个人选 你是那么的细心 那么的重心耿耿 除了你 除了你 交给谁我都不放心 可是 我始终开不了口 今天你自个儿提出来 我是多么地感动啊 你不但是个忠仆 更是个义仆 谢谢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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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哎 你们后面的快点 哎 小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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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哎 快点 哎 他们在做什么 红导 你们都别说话 乐媒 你们在搬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没看我们在这忙着呢 你就别在这儿烦 我们工作了 一箱子一上 别在这儿反省你 小姐现在应该多敬仰 没事带他瞎溜的什么你 你别凶他 是我要出来走走的 见你们在这儿 也不过是来随口问问罢了 因为上回 也是这么大搬家式的 又是衣裳 又是个碗瓢盆的 还有吃的耶 是吗 一整箱子都是呢 小飞 你还动 洪达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么多东西 是要送给谁的 是这样的 外边呢 有许多贫病交加的人 他们需要救济 所以大家呢 就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东西就出东西 先集中送到504去 然后再由他们 发放给有需要的人 这是做膳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你等等啊 小飞 来 咱们也回房去整理整理 绝写个衣物出来 好 好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这就要走了 还得赶路呢 赶什么路啊 普林斯这么近 那我赶时间行不行啊 人家规定了 去晚了 人都走了 这么几大车东西 你让我上哪儿发放去 你 你们等下次吧 我 快点 快点 咱们赶时间呢 时间来不及了 快点 快点 快快快 来来来 走走走 快快快 走了走了走了 都弄好了吧 好 咱们快走吧 快点 快点 二少爷 二少爷 等我们哪 二少爷 二 等一等都不行 这么急又这么凶 二少爷最近的脾气啊 可大得紧呢 最近大家的情绪 都不太对劲了 可能是因为我出嫁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吧 你前一阵子不也在暗暗难过 以为要跟我分开了 哦 我 我明白了 现在只有舅奶奶同我 是要陪你嫁过去的 其他的人可不成哦 所以大家的心情就不怎么好了 那 那我可错怪二少爷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 没事 好了 来了 怎么才睡会儿就醒了 睡不着是不是 那恶毒可不可能 对不起少爷 对不起